同学们好,下面我们来了解岁唐时代中日国家关系。 581年,阳间称帝结束了近三个世纪的分裂割据。 618年,李渊戴随建立了光照史册的强大国家唐, 而此期日本则从大和时代跨越其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奈良时代进入平安时代初期。 我们先来了解随我两国的交聘关系。 公元593年,欧国全臣苏我氏,用力推估女帝,救护太子及姓德太子受命摄政。 或许是随与高丽的战争引起了救护太子的注意, 其改变先前欧国不与中国交聘的做法。 开皇20年,即公元600年,首次向随遣史。 随书中沃王姓、字、号皆是日语的音译, 其中未及此次遣史的目的、史接名字等信息。 此后,欧国连续三次派出遣随史。 不到三十年间,欧史四至随都,并多有留学生跟随。 其中留学人员多为规划汉人或规划汉人的后裔。 欧国为何如此频繁欠史呢? 第二次遣随史,小野妹子,汉名苏英高, 曾对随朝官员表示来学佛法。 这无疑是目的之一,也是公开目的。 日级《善令国宝记忠》买球书级《监听天子》的记述表明, 欧国更重要的目的是学习中国政治制度及文化。 莱尔布王菲利叶,608年,随杨帝遣文林郎裴世青随小野妹子回访, 欧王喜出望外,专门在南波及大阪建新管社。 用三十艘彩船,数百人仪仗,迎接裴世青中途入馆休息。 后又欠二百匹五彩记,迎至都城。 王子及百官盛装列队相迎,一世无比荣重。 可见《窝王》对随时到访的重视, 欧国推骨潮,推行亲随路线。 但其在两国交往中表现出的随窝平等的态度, 值得我们留意。 小野妹子第一次成立的国书中,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末处天子的词句, 彰显出窝王对同等国君之旅的追求。 随杨帝虽然不悦,但仅吩咐洪卢清, 今后这般不敬的国书, 不要再让我看到,没有去那窝国国书。 而救护王子在看到裴侍卿所写国书中, 皇帝问窝王的言辞时, 以不满随杨帝未以平等之理相待, 甚至因此未赏赐裴侍卿。 其在回书中启称, 东皇帝敬拜西皇帝, 坚持对等礼节。 当然,随杨帝没有看到了。 在随杨帝颇具降薪的处理方式下, 随窝保持了友好往来。 唐太随后, 回国的窝国留学人员, 成为促成唐日邦交建立的直接洞地。 630年, 用李淑明帝的全臣苏我氏, 采纳学成归国人员惠日等人的建议, 派先前遣随使, 犬上玉田敲夫汤。 唐太随极为高兴, 赤令所思, 告知窝国可不必一年一共, 同时命高表人直接回访。 高表人, 关心刺刺史, 比先前历代复窝使节的官职都高, 足见太随对唐窝关系的重视。 然而高表人, 抵达南部管设后, 与窝王之间发生争理事件, 未复窝都, 不宣朝命而还。 日方史料对此删削未絮, 旧唐书对高表人做出了无随眼才的评价, 但争理事件并未导致唐窝关系中断。 645年, 沃王朝廷中以中大凶皇子为首的改革派, 减除苏我氏后, 开始访唐改革, 使称大话改心。 653年, 沃王再次嵌室, 令使节多得文殊宝物, 以备改革之需。 为尽快抵唐, 使节分成两船, 人员增备至242人, 其中一船冒险渠道跨越东海的南路航线, 仅五人得以生还。 沃王朝廷学习唐朝的心情迫切, 次年, 未代投年使团回国, 又令与唐乡熟的改革派大员高校选礼, 以鸭使名义率团再次赴唐。 自树明朝至齐明朝, 沃王共向中国嵌使四次, 使学界一般称之为第一期遣唐使。 然而, 刚建立不久的友好关系, 因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 蒙上了阴影。 七世纪后, 新罗、百晋, 高沟里兵争不息。 660年, 唐高宗因新罗求援, 出兵灭百晋。 次年, 先前一直期望借百晋踏足朝鲜半岛的太子宗大兄, 即一年后称治的天治帝, 借百晋旧将鬼是福兴的要求, 出使朝鲜。 663年, 唐我两国在白村江口开战, 1000艘多船, 对阵170艘唐船, 被焚400艘, 惨败后撤回本国。 战后两国各怀疑惧, 但都不愿意使关系进一步恶化。 为此, 双方使节往返平反, 九年间使节往返十次, 其中, 唐朝廷嵌使两次, 百晋诸军统帅刘仁苑, 嵌使四次。 倭朝廷嵌使赴唐三次, 赴刘仁苑处一次。 百晋正将几乎每次嵌使, 都是超大型使团, 有时多达两千人, 显然带有军事性质, 监视对方举动的目的明显。 沃王嵌使已多为应付, 如669年, 嵌使祝贺唐高宗荡平高高利, 应该说两国统治者在战后的做法是明智的。 672年, 日本爆发认身之乱, 天武帝夺位登基, 镇压改革派, 但在帝制上以汤为剑, 自汤引尽天皇一词。 耕国好为日本, 大概也是在天武朝或天治朝的末期。 或许出于对日本败与唐朝的愤恨, 天武天皇自行中断了两国邦交, 其皇后继认为吃洞天皇后, 继续前朝的对抗政策。 文武天皇执政后, 深知本国远不是中国的对手, 为巩固和完善出具规模的律令制度。 更加虚心向中国学习, 决定恢复两国册封交聘关系, 拉开了第二期潜唐史的序幕。 702年, 为表郑重, 文武天皇在正史之上, 委任苏田真人为直接史, 率团赴唐, 考察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 武则天封苏田真人为四善经, 苏田真人两年后回国, 而郑副师等人则继续留在唐朝学习。 为表彰苏田真人出色地完成, 出使唐朝的任务, 文武帝为其加官进爵。 自此之后, 日本每隔一段时间便前史赴唐, 史团规模一较先前庞大, 一般为四博, 最多史近六百人, 史团组织健全。 文武朝至孝迁朝, 六十余年间日本前史四次, 史家一般称之为第二期潜唐史。 此间两国交聘关系和各方面交流愈加密切。 这段时间, 日本朝野以访唐为时尚, 平成经及奈良, 也完全模仿长安城的格局建设。 日本几乎全盘唐化, 其间亦步伐两国交流史上的知名人物, 如日本留学生阿贝中妈吕, 在唐通过科举入室时, 官至郑三平安南节度时, 治唐53年, 中俗于长安。 期间请归遭遇海难, 被误传生死, 有人李白为此所作诗篇, 苦朝清衡, 至今为两国人民所引诵。 协助建真东渡的潜唐史腾元清河, 治唐18年, 从潜唐大使到戴唐大使, 也终埋骨唐土, 为唐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六次东渡方德成功的建真, 日本朝廷任命他为大僧都, 以僧官身份管理日本僧佛事务, 退职后被尊称为大和尚, 最终在日本元寂。 755年, 安史之乱爆发, 唐帝国由胜转衰, 日本耳后虽多次嵌使, 但其维系两国邦交的目的, 已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自759年, 日本七次任命遣唐使, 第一次为迎接在唐大使, 第二次是因唐朝之请, 预送牛角, 未能成行。 第四次是为送唐使归国。 另外三次成行的潜唐使团, 虽保持了先前庞大规模, 但主要目的是为贸易而已。 此时, 日本学习唐朝的热情和刻苦精神, 已很难与先前同日而语。 究其原因, 日本访唐改革已经完成, 封建律令国家已经确立, 在日本官员眼中, 衰落的唐朝, 已无营养可以汲取。 与此同时, 潜唐使经费的筹措愈加困难, 而赴入唐商的增多, 基本满足了日本贵族对唐货的需求。 894年, 被任命为潜唐使的监员道真, 提醒终止潜唐使的派遣, 天荒准奏。 唐日间进行政治经贸联系的重要形式, 潜唐使, 在经历了260余年后, 终于结束了。 唐日邦交, 一走到了尽头。 好, 今天我们就了解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